穿著Prada的惡魔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主题的喜剧片 电影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安迪 她刚进入时尚杂志浪费工作 却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考验 电影中安迪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老板米兰达 同时也是一个时尚界的权威人物 米兰达的工作态度非常严苛 对于自己的下属要求十分严格 很难讨她的欢心 安迪为了适应这份工作不断的磨练自己 学习时尚知识 甚至改变自己的形象 让自己更加符合时尚界的标准 在电影的故事情节中 安迪发现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渐改变了 变得更加谨慎和自信 在这过程中 她也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 但最终还是成功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成为了时尚杂志行业中的一个佼佼者 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时尚产业的魅力 还讲述了一个关于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故事 安迪在电影中逐渐学会了如何适应这个环境 如何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最终达成了自己的梦想 此外 电影中的角色塑造非常精彩 米兰达这个角色是一个充满挑战性和独特性的人物 她的气质 风格和对时尚的热爱都非常值得关注 而安迪的角色则是一个在时尚界中崛起的过程 从一个新进编辑到一个时尚界的佼佼者 她的成长经历让人感到非常振奋和感动 总之 如果你对时尚和女性主题的电影感兴趣 那么穿住普拉大的2